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 这里列出几种不同的侍奉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让我们使用这些恩赐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执事 或做教导的 或做劝化的 施舍的 治理的 怜悯人的 这里一共提到七种侍奉 我认为其中五种是女性可以做的 说预言 做执事 有的圣经一本做侍奉 劝化 施舍 怜悯人 女性通常不能做的两种是 教导和治理 我所说的教导 是指运用治理的权柄 如果不了解这个观念 就不能清楚明白 接下来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第五节 保罗说 保罗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说预言 若不蒙着头就收入自己的头 现在先不谈蒙头的事 这里说 女人只要符合这些条件 就可以祷告和说预言 所以 女人可以有祷告和说预言的事奉 接下来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二十八到三十节 保罗列出很多事奉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其都是翻方言的吗 分析一下这个清单 我相信女人可做的事奉 有先知 行义能 医病 帮助人 治理事 说方言和翻方言 有六种 通常不能做的两种是 使徒和教师 接下来以福所书四章十一节 是第四份清单 他基督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这里提到五种侍奉 其中先知 和传福音 是女人能做的侍奉 而使徒 牧师和教师 是女人不能做的 因为都涉及治理的权柄 再来 这段经文 有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 保罗说 妇女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 因为不准她们说话 她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我刚刚已经指出 这张在前面几节的地方 保罗说女人可以祷告或说预言 所以他并不是说女人在教会中完全不能说话 想了解这句话 必须先了解教会这个词 希腊文是 从这个字衍生出英文的传道书 在希腊文化中 这个字是指希腊城邦的治理组织 基本上是个治理机关 这带出我说过的一个事实 神大多是透过他的教会来治理人类 但在涉及治理的大会中 妇女必须静默 不可越界掌握治理大权 这是我的了解 再看几段经文 我相信这些经文含义一致 田摩泰前书二章十二节 保罗说 我不许女人讲道一直教导 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浸 教导跟权柄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保罗说 女人不可以用教导来行使治理的权柄 这是保罗自己说的 保罗的话 我们需要留意 毕竟如果拿他的结果和女权主义的结果比较 他的好太多了 接下来在田摩泰前书三章二节 做监督的另一主教 这个职位有三个不同的名称 监督牧师和长老 所以在这里是在讲牧者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圣经上没提到只做一个男人的妻子 第四节说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请注意管理一词 我个人深信在每个家庭中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 这说法不大受欢迎 但神并没有改变 管理是个重责大任 如果不合格 千万别争取 一家之主的男人 在家中必须扮演三种角色 他代表基督 在家中担任三项执事 先知 祭司和君王 他是先知 在家人面前代表神发言 他是祭司 在神面前代表全家发言 他是君王 代表神 管理全家 请记住 神为自己拣选的第一个人 名叫亚伯拉罕 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 因为神 信任他 可以管理全家大小 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 大家好像很安静 有人针对非比提出很奇怪的看法 也许你没听过 有人问过我这些看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非比 罗马书十六章 一到二节 保罗说 我对你们举荐 我们的姐妹非比 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仆人 一支女执事 她是个仆人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礼统 她在合适上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我读过一个很荒谬的论点 说非比教保罗怎么讲道 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讲 我查过最好的希腊文词典 把帮助一座保护最适合 所以非比是个保护者 别忘了保罗被鞭打五次 一次三十九下 很难想象保罗一生中被鞭打过一百九十五下 我想她有时需要人照料她 教会姐妹带她回家 照料她 做饭给她吃 也许非比照料过她 但非比没有教她怎么讲道 我听过一些很奇怪 很难想象的论点 主张女人可以做一些不该做的服事 这些论点是由男人提出 但背后通常有女人在主导 希望我们做的还不错 就算不好 我也没办法 现在来看已婚妇女该有的条件 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以夫所书五章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不可能误解 也许你不喜欢 但这里的意思很明显 也许你会说保罗没有结婚 他不了解 但我告诉你 彼得已婚 他开的条件更高 翻到彼得前书三章 一到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真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彼得 在这章一开头就说同样的 你需要知道它是指什么 往前翻到第二章 二十一节 你们基督徒 蒙照 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接下来第三章 一开头就说同样的跟谁一样呢 请回答我 跟耶稣一样 跟耶稣一样 这个护照的要求很高吧 却是个重责大任 要顺服丈夫 不管丈夫是否信主 我帮助过一个姐妹 她是个认真火热的基督徒 她在外面侍奉 先生在家不信主 有一次 她对我这么说 我从前以为先生不信主 就不能当我的头 我不必顺服她 后来有一天 神透过圣经告诉她 不管丈夫有没有信主 她仍是我的头 她说 我十分震惊 甚至从床上跌下来 还有一对夫妇来参加 我的释放聚会 后来做妻子的来对我说 我需要被释放 神感动我问她 你丈夫呢 她指着后面说 她在后面 一副她并不重要的样子 我说 去叫她来 她很不情愿的去叫她来 我对她说 圣经说 你的丈夫是你的头 是你的祭司 该为你做释放祷告的人 不是我 而是你的丈夫 那种话不是她想听的 但我继续对她说 你愿意 请你丈夫 为你做释放祷告吗 于是她很不情愿的问丈夫 肯不肯为她祷告 她一开口问 就立刻得释放 她达到了神的要求 我们有个熟识的家庭 有个很美好的经历 这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说她是谁 妻子是尽性会友 她是基督徒 嫁给一个非基督徒 原因是 这个丈夫不会反对 她生很多孩子 结果她们生了十个孩子 但丈夫没信主 个性十分放纵 喜欢喝酒 有种种不良嗜好 她有时会请传道人来家里 但丈夫根本不听 后来她读到彼得前书三章说 要让丈夫看见妻子贞洁的品性 于是 她决定改变自己 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整齐 穿上漂亮的衣服 她先生是消防队员 晚上回家的时间不定 她以前通常会对她说 烤箱里有些剩菜 但现在她会等她回来 为她煮一顿热腾腾的晚餐 先生心想 我太太病了 她一定是交了男朋友了 就请没有执勤的同事 留意哪个男人在她家出入 结果 根本没有男人出入 她有时会对妻子暴力相向 有一次抓她的头去撞墙 还问妻子怕不怕 妻子说不怕 这一招奏效了 今天两人都信主 孩子也都信主 因为做妻子的认真看待神的话 今天有多少人会冒这种险 这是真实的故事 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照圣经的话去做 一定有效 很多人不喜欢顺服这个词 我过去参与的那个属灵运动 很喜欢强调顺服一词 一天到晚讲 后来我听了都想吐 其实这个属灵运动有很多优点 他们的目标很好 就是方法不对 我想指出两个词 顺服和顺服的态度 我不认为妻子对丈夫必须百依百顺 有时丈夫的要求违反圣经 违反妻子的良心 妻子有权利对她说 我尊敬你是我的丈夫 但我不能照你的要求去做 因为如何如何 但是妻子仍然可以抱着顺服的态度 所以在不可能顺服的时候 你仍要抱着顺服的态度 我要问在座的亲爱的已婚姐妹们 你真的已经准备好要顺服丈夫了吗 你如果希望她做你的头 就必须顺服她 圣经每次提到这个都是先说妻子要顺服 再说丈夫要做头 为什么 因为妻子不顺服 丈夫就不能做头 她不是独裁者 你如果希望丈夫做头 就必须顺服 这是你的选择 我再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们做妻子的 也许你比丈夫还要属灵 常常为丈夫祷告 如果你的付出只换来 丈夫的成就 你会满足吗 我这里有个例子 做妻子的很属灵 丈夫很不属灵 但属灵的妻子花很多时间 为丈夫带导 最后丈夫投入全职侍奉 做得很成功 大家都看见这个丈夫的成就 但很少人知道妻子的付出 你会满足吗 还是你一定要别人肯定你的付出 但我要告诉你 将来在天上 你的付出必会受到肯定 我想向这对夫妇 走到宝座前 领取他们的奖赏 两人各领到一个冠冕 但妻子的比丈夫的耀眼两倍 一个天使问 为什么妻子的冠冕比较耀眼 另一个天使回答说 假如妻子没拿到 丈夫绝对拿不到 所以你的冠冕 要等到了天上才拿得到 阿们吗 我已经快讲完了 这句话我已经说过 但我要再说一遍 女人跟男人不同 但没有不如男人 根据我的观察 女人在某些方面胜过男人 女人对圣灵的反应 通常比男人快得多 女人通常善于传福音 今天中国大陆的福音进展 大多归功于少女 她们积极传福音给全村的人 我相信传福音 可能是女人最重要的护照 女人富有怜悯心 很勇敢 而且忠心 我要指四处经文 来印证女人的忠心 约翰福音十九章 二十五节 这些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除了约翰以外 这三位玛利亚最靠近十字架 接下来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五十五到五十六节 五十五到五十六节 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那中有摩达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汉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西比太两个儿子的母亲 有许多妇女 大多数的男人都走了 但妇女仍留在那里 马可福音十六章 这里有一节很令人兴奋的经文 我要先找到读给你们听 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 我想能够第一个目睹耶稣复活 是极大无比的荣幸 谁有这个荣幸呢 我来读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这是一个人最大的荣幸了 能够第一个目睹耶稣复活 是谁呢 不是使徒 而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而且这里特别著名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我常告诉那些得释放的人 你不必羞愧地低下头 摩达拉玛利亚以他的见证为荣 耶稣从我身上赶出七个鬼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首先就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五到七节 又谈到耶稣复活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速告诉他的门徒 所以神差遣妇女向使徒报信 这跟阶级地位无关 而是跟你的角色 呼召和忠心程度有关 有很多妇女 比很多男人还忠心 我特别注意到了 女人有一个特质 就是忠心 男人都走光了 他们仍然留下来 亲爱的姐妹们 我没兴致去贬低女人 我想要帮助女人 扮演神 要他们扮演的角色 不过 凡事总有例外 有个例外就是底波拉 她是女性领导 这是因为当时 没有男人能领导 丢脸的是男人 不是底波拉 但请记住 她是个特例 在《世诗记》和《撒末尔记》上 共提到十三个人 其中只有一位女性 问题出在 我们会把特例当成常态 结果得不到神的赐福 最后我要谈一下美国 美国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 我已经谈了三十年 就是男人不负责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男人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女人叛逆 这两个问题产生恶性循环 男人不负责任 女人就很容易叛逆 女人叛逆 男人就有借口不负责任 这正是美国最严重 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不要让情况雪上加霜 而要想办法解决 最后翻到马拉基书四章 五到六节 旧约圣经最后两节经文 照年代来看 也是旧约的最后两节经文 请注意 最后一节是咒诅 感谢主 还有新约 如果只到旧约 神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咒诅 听听神怎么说 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 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里的咒诅 依此一指神所深恶痛绝的事 被神全然拒绝的事 毫无挽救余地 如果我们不解决家庭问题 夫妻之间 亲子之间如果不和好 就会受到咒诅 这是很严重的事 我们需要认真看待 也许你不全然同意我的话 但你要自己寻求神 求他告诉你该扮演什么角色 也求他帮助你忠心把他做好 愿神赐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